欢迎回到华语新闻 半岛西海岸多个州属 今天午后狂风暴雨 首都吉隆坡多个地区爆发闪电水灾 多条主要道路被积水淹没 车辆只能勉强通行 市区交通严重堵塞 大马气象局在午后预测 半岛所有的州属都有地区会出现暴雨 根据吉隆坡市政局公布的B6电视画面 下午4点之后 在国会路、苏丹伊斯干达大道 孟沙、敦拉萨路、富都等地区 都出现了严重积水 下班时段有14条主要道路堵塞 小整局也证实在京地花园 敦伊斯迈、伊生花园及险都地区 都有发生水灾